秋荣是个刚离婚的小媳妇 里里外外全是她一个人 还带着吃奶的孩子 没少遭村里的懒汉光棍惦记 看她挣给孩子喂奶 光棍假正经地凑上去 说是逗孩子玩 其实就想占便宜 这时候桂兰来看秋荣 看她满眼含泪受委屈的样子 走出去将光棍二水骂走 我可告诉你 你要是想在这孤儿寡母身上找啥便宜 我可告诉何何收拾你 解决完二水 桂兰就去劝秋荣与丈夫阿和复婚 好好的一家人 一时掰成了两下子 她的火点不忘 你的炕也烧不热呀 我盼着一口气上不来 死了才好嘞 不过秋荣与阿和离婚本就是冲动 很快就同意与阿和复婚 但阿和必须保证再也不会瞎折腾 烧摇摇摊了 养鱼鱼也死了 一点家当全都贴赔了进去 提起丈夫阿和 秋荣是一把心酸泪 阿和早年当过兵 跟着部队走南闯北 见识过外界的富裕繁华 于是她决定顺应改革开放潮流 创业致富更小康 不过她也是点被到家了 去烧摇 摇她了 去养鱼 鱼死了 就没有成功的 仅有家当全都填补了进去 这让山沟沟里的人直笑话 觉得阿和就是喜欢下折腾 秋荣与阿和的婚姻是传统的父母之命 秋荣是一个很传统的女孩子 在秋荣的思想里 她希望阿和能够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能吃饱穿暖就够了 可阿和偏偏爱折腾 意见不合的两人最终选择离婚 阿和与秋荣的离婚 表面上看似阿和爱折腾 实际上却是夫妻的三观改变了 他们反映的是改革过程中 出现的新旧两种思想观念 阿和的折腾并不是瞎折腾 而是敢于尝试 敢于创业的新思想 秋荣显然是墨守成规的旧思想 她拒绝接受新的事物 非常安于现状 也不相信阿和的能力 思想碰撞的结果就是两人一拍两散 阿和一个人流落街头 被好心人大灰收留 离婚后 阿和天天去偷看秋荣 他也不忍心看到秋荣娘俩受罪 可更不想在这大山里窝囊一辈子 如今仍然不死心 大冷天连夜摸豆腐 还要起个大早去卖 毕竟豆腐只能赚七八分钱 阿和夫妇是大灰撮合的 他们离婚让大灰过意不去 大灰迫切希望阿和夫妇能破尽重圆 可问题的根本是在阿和喜欢下折腾 这时阿和准备出门卖豆腐了 桂兰要求阿和吃完饭再出去 阿和本想晚聚一番 叫你吃你就吃 与阿和家的情况相反 大灰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善良农民 崇尚大男子主义还有点小心眼 而桂兰则是性格强势且崇拜外界的人 她对未知的变化不怎么恐惧 阿和笑着说就桂兰这个强势性格 换做别人早就被打了 桂兰是操持家务的一把好手 可在传统宗族社会里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大灰嘴上虽然没有说什么 可心里面却觉得桂兰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才会一直没有孩子 想要抱个白胖儿子 成为大灰和桂兰之间不能触碰的伤 晚上桂兰让大灰去帮阿和摸豆腐 说学做生意可以多赚点钱 可大灰却推脱说自己累一天了 那点豆腐根本不能挣什么钱 而且阿和是注定一生穷命 让桂兰要去自己去 而桂兰认为赚钱是好事 直接去帮忙摸豆腐 还出言安慰创业老师失败的阿和 史难吃 钱难挣 哭到咱那农民就不能再考 桂兰对于每天累死累活 去挣不到几个钱的农人身份感到厌倦 虽然桂兰没有去过外界生活 但她相信阿和说的外界繁华 相信创业致富能改变命运 可她是大字不识一个的乡下妇女 根本不知道自主创业要怎么弄 所以对于这个敢打敢拼的弟弟 尽管她经常创业失败 但桂兰觉得阿和积累了那么多经验 早晚有一飞冲天的那天 所以对阿和特别的好 希望有一天阿和能带领他们发家致富 干完活回来 桂兰叫醒大灰想繁衍后代 可大灰没醒两秒钟 呼噜声又打得震天响 桂兰恼怒的继续睡觉 第二天 阿和在河边偶遇了丘容 两人四目相对很是尴尬 丘容躲到一边让阿和掀过 小狗很兴奋的冲向女主人 去 你这不痛人性的东西 还嫌遭害的不够吗 阿和听出桂兰的一语双关 愧疚的准备离去 可看着丘容在不断的抹眼泪 阿和感觉自己的心都要碎了 她擦干净石头 放上一大块豆腐 还将身上所有的钱都留下 虽然丘容过桥的时候瞥见了 傍晚时 大灰约阿和喝酒 当农民就要像个农民的样子 大灰表示只要他不瞎折腾 安安心心地学着祖辈 做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自己保证阿和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的 老婆孩子热炕头 想想多幸福啊 可阿和还是无法不折腾 他告诉大灰 自己打算去城里投奔战友 学学他们成功的创业经验 希望自己走的时候 大灰能日常照顾一下丘容 眼看阿和趋一一绝 大灰只得答应了阿和 临别在即 相见无期 悲伤的氛围弥漫在整个家里 阿和让桂兰和他猜宝来喝一杯 桂兰表示自己不会 大灰让桂兰随便猜 自己来喝酒 不知道桂兰是真不会还是假装的 每次都猜阿和手中有东西 让大灰喝了好多酒 我赢了 我赢了 阿和不禁有些感伤 这是他第一次赢了 阿和走后 大灰经常去帮丘容做些农活 他看到离了婚的地系丘容 一个女人又要带孩子 重地还要操持家务 被生活折磨得一脸憔悴 他觉得弟弟阿和简直是太混了 这么贤惠的媳妇都不要 这不是不知好歹吗 他出于怜悯之心 帮助丘容收过几次庄稼 丘容感激并崇拜地看着他 温柔体贴地在给他下的面条里 藏了好几块红烧肉 这一切都让大灰感动不已 他在丘容这里找到了 男人作为一家之主的尊严和价值 这都是老婆桂兰给不了他的 尤其是和阿和儿子嬉戏的时候 他感觉到了梦寐以求的天伦之乐 而丘容也找到了依靠的感觉 他多么希望阿和能和大灰一样踏实 不要再瞎折腾了 大灰回家的时候 大灰把小侄子也带了回来 说是让桂兰也感受下做母亲的快乐 晚上桂兰对小侄子越看越喜欢 说实在不行 他们去抱养一个 大灰表示不用了 他又去给桂兰烧香赎罪了 这一次应该能成 我有什么罪 不会生娃就有罪 世上不会生娃的多了 不会生娃倒有功了 夫妻俩为孩子问题大吵一架 几个月的时间一闪而过 这天阿和开着拖拉机回来了 还带回来做客的战友 战友是搞运输的 来给阿和看看这里的道路情况 战友说现在改革开放了 全国上下经济一盘起 这里土地肥沃又密林很多 天然的好地方 要是修好道路把商户运出去 准能卖个好价钱 大灰一边陪笑一边摇头说 哪有那么容易 前台词是把人家当成骗子 战友听出大灰的前台词 让大灰自己去县城去市里看看 如果有机会 再让他去东部大城市看看 看看那些高楼大厦 他们一盏灯比十几个没有灯都亮 价格还很便宜啊 等大灰看看外面的发展 他肯定是最积极创业的 时代已经变了 现在政策好了 谁跟不上 谁活该 可大灰一句都没有听进去 现在的生活模式是祖辈传了几千年的 是最适合他们农民生存的 怎么能贸然改变呢 这次回来 阿和给大哥带来两包香烟 给嫂子带回来个镜子 桂兰调侃道 跟你生活了大半辈子 没看过你带我去城里看过 也没见你送我个啥 大灰只能憨笑着说你也没找我要啊 桂兰说战友说的对啊 他们应该顺应时代潮流 可以跟阿和一起养残 到时候盈利对半分 可大灰还是不屑一步 他认为阿和就不是能赚钱的料 而且鬼知道那些变化是不是真的 就算是真的 那也是城里人能做到的事情 山里人也不一定能做到 哪怕到了改革开放时期 大灰也没有改变老一辈农民的思想 认为皇帝也是用黄金锄头的农民而已 可桂兰却觉得时代已经变了 就像老姨被为活命推翻封建王朝一样 变则生 不变就完蛋了 打算再帮帮阿和说说好话 一起创业 第二天 桂兰在后山找到阿和 因为没有人愿意一起创业 阿和只能一个人砍伐山林做养残房 桂兰拿出私房钱80块钱作为投资 阿和对自己的创业的事情也没笔 不愿意接受桂兰的钱 可在桂兰一再强调的创业困难下 阿和也只能收下那一笔钱 桂兰对阿和的支持不只是钱 他还给阿和准备精美不匹去道歉 让阿和明天去镇里买一张彩纸 然后让大灰转交给丘容道歉 阿和觉得这份情谊太过于厚重了 不愿意接下 桂兰直接强迫他必须手下 第二天 桂兰精心打扮了一番 他听说县城商店里来了一批彩色的纸 想买点回来壶窗户 觉得那样好看 屋里亮堂 但大灰却嘲讽他闲得没事的 有钱没出花了 而且老夫老气的 再去街上走会让人笑话 桂兰听这气就不打一处来 愤愤地说自己去可以了吧 为了讨好桂兰 大灰便让顺路的阿和一起去 阿和在路上给桂兰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 丰富了桂兰的世界观 乡下人第一次学刷牙 那嘴是吃无骨的 莫非有了屎不成 桂兰反驳丈夫都不懂健康知识 这是预防以后牙齿很快掉光 都掉了我香满口的金牙 公社马主任就香了金牙 人家说话才是金口预言的 这番话弄得所有人都笑了起来 这段时间丘容都是大灰照顾的 丘容也寻找依靠的告诉大灰 二水经常来家里打扰她 大灰告诉丘容 等二水下次再来 自己打断她的腿 这话让屋外的二水听见了 大骂大灰就是不知廉耻的家伙 他们都是单身 有什么问题不能在一起 大灰一个有夫之妇 天天待在丘容家里 又是怎么回事 大灰恼羞成怒地打跑了二水 似乎想说自己是清白的 可他之后以保护丘容为友 经常来丘容家 跟丘容在一起的时间 比跟桂兰在一起都长 谁才是狼子野心 早已昭然若揭 而二水剑追不到丘容 直接和阿和创业去了 桂兰也因为大灰经常不着家 也跟着来后山参与养残 残长大了最怕飞鸟 他们三个人驱赶飞鸟的 动静闹得挺大 村里便有了许多风言风语 大灰把这个事情 闹闹地记在心里 每天砸东西的发现 丘容本来没把这些话当回事 可看桂兰每天去送饭的样子 也觉得这个大嫂的行为 似乎超出姐弟之情了 这天晚上 大灰刚从丘容那里回来 桂兰则问她去哪里了 大灰支支吾吾半天 说自己去散国了 反问桂兰去后山干什么了 桂兰表示自己去后山 帮忙养残了 大灰不愿意创业致富 还不许自己创业致富了 大灰让她注意村里的风言风语 这可气着桂兰了 自己和阿和那可是 嫂子和小叔子 能发生什么事情 还有就是大灰这几天都不着家 半点正事都见不着人影 现在管闲事倒是挺有惊的 我心得正走得端 为啥怕人的 大灰被对的连话都说不出来 相当的憋屈 其实两人都没错 是桂兰认为理所当然的女性创业致富 会被传统的长舌妇说三道四 而受传统大男子主义荼毒的大灰觉得丢人 所以矛盾就这么慢慢的加剧 大灰把所有的事情怪到阿和身上 诅咒她创业失败 然后阿和真的失败了 一群乌鸦袭击了残房 阿和不停的开枪驱赶乌鸦 丘蓉和桂兰同时听到了声音 知道大事不妙了 他们第一时间的冲出家门 可是丘蓉想到自己没有合适的身份 只能半途折返了 而桂兰则是取她的身份 不顾风言风语的赶到现场 残房一片狼藉 阿和的创业再次失败了 整个人浑浑噩噩的呆坐在地上 之后每天更是茶饭不思 丘蓉看见了很是心痛 就托桂兰送去很多鸡蛋补补 阿和看着那个鸡蛋 想起自己还有一个家 于是想去找丘蓉求取些安慰 久别胜新婚 丘蓉抚摸着阿和干比的胸脯 心疼的说阿和瘦的都皮包裹 这几天啥也别干了 就在家里休养几天 阿和温柔的点头说起 一切都听你的 这让桂兰感觉到阿和不愿意下折腾 连忙说他们明天就去复婚 然后用卖出去的粮食和存款 买些鸡鸦牛的养着一下 阿和说还是说都听你的 但我觉得 你也不能整天把我拴在裤腰带上 等农活不忙了 咱也有了闲钱 我还想出门转转 寻个挣钱的门路 丘蓉一听马上就火了 你这个坏良心的东西 你回来是骗钱来了 你把我当作杀人了 丘蓉一怒之下把阿和赶走了 而那天以后 阿和就从村里消失了 他一个人跑到工地上去干活 为了省吃俭用 他抽的是农村没加工的烟叶 睡在工地的楼梯底下 衣服破了也舍不得换 为此没少遭城里的工人嫌弃 阿和一次喝多了和城里人吵起来 那些人让他滚出饭馆 他拿出自己的钱 偷的 这是偷的 这是血汗症来的 阿和再也压抑不住 借着酒精将多年的怨恨都发泄出来 他怨恨的是老天的不公 明明已经很努力了 还是走不出那大山去 与此同时 桂兰对生死未捕的阿和越发担心 准备出门打听阿和的消息 却被大徽阻止 你去找他 这村城人怎么说 镇城人怎么说 县城人又怎么说 我一没掏人 他二没跳墙 谁把我看两眼犯 眼见桂兰是真的要去寻找阿和了 大徽再也无法忍受桂兰的肆意妄为了 把门紧紧的关上 说桂兰要敢走出家门 自己就清理门户 但桂兰又岂是甘当傀儡的性格 抬脚就准备走人 气得大徽真的要动手打桂兰 还好关键时候阿和回来 才制止悲剧的发生 这次阿和回来是又积累了一点本钱 而且看到了希望 国家鼓励农民创业的政策更好了 农民也能贷款创业了 阿和跟女科员讲述他的项目 书本上说无数很有经济价值 他的粪便就是治疗妇科疾病的重要 此外还有其他用处 阿和说自己只需贷款300块 放款的女科员哪里有空搭理这个香巴佬 马上就给否决了 阿和急忙说这个项目有出路的 县科委都写信勉励他了 看见县科委盖章的勉励信 女科员同意贷款 但贷款还有重要的一个 就是担保人 而阿和能找的也就是大会了 可那时候的300块可不是小数目 大会对阿和一点信心都没有 各种推诿 我也是骆驼兽死 空留个大架子 贵兰实在听不下去 送上门来的创业机会不要 要饭的要到门上 也不能给这张嘴脸 贵兰的袒护行为刺激到大会 气得大会脱掉鞋子就扔了出去 差点砸到贵兰 这下好了 两人真就打了起来 阿和急忙去拉开两人 阿和一下子还没反应过来 等听明白之后 来到旁屋 扎起行李直接搬到后山了 不过这事还没完 当天晚上 大会发现80块钱没了 问贵兰怎么回事 当得知贵兰拿去投资阿和以后 大会直接给了贵兰一巴掌 积累的矛盾在这一刻爆发了 夫妻俩直接打了起来 你今天不把我打死 你今天不是条汉子 我今天打不死你 大会还是不敢打人 就将家里的物件全部砸了个干净 本事大有 砸个干净 贵大 房子一点 看着妻子的不作为 大会绝望地蹲在地上 好事不出门 恶事行千里 昨天晚上的事情都被村民听见了 大家仿佛闻到 粪便的恶狗一样一拥而上 对贵兰和阿和各种语言侮辱 一旁的丘容听见这些话后 也熄灭了跟阿和附和的心 这个寡妇正跟丈夫的大哥表白 要是不嫌弃的话 咱们两家就合在一起 这外人会不会说咱呢 古得许多了 好端端的一个家 突然破了 我知道那苦楚 这桩悲剧是什么时候开始呢 应该是贵兰为了反抗丈夫的家暴 搬到旁屋去住的那一刻 面对越来越深的家庭矛盾 大会选择是等贵兰跟他道歉 而贵兰直接去后山 看看自己投资的无鼠怎么样 随着县里的贷款和技术支持 阿和的养无鼠事业总算有了起步 面对贵兰的到来 阿和觉得他应该和大会好好聊聊 不能走他和秋蓉的老路 老婆又不是他裤腰上的烟袋 想磕就磕 想摔就摔呀 贵兰的自我意识太强了 让大会已经无法忍受了 不过了 就是不过了 从那天起 大会直接日日去找贤惠的秋蓉 他觉得秋蓉才是他心中的那个完美妻子 而秋蓉看着家中丰收的麦子 感谢大会的帮助 不然绝对不会有今天 这番崩围让大会找到了一家之主的存在感 不管那合法怎么折腾 到头来也得来我的面前认输 我看把话说死了 这个社会真的不公平 大会天天找秋蓉没有一个人说 贵兰和阿和只是创业都有人嚼舌根 贵兰想不通 最后索性追寻自己的心意了 毕竟阿和和他的三观很是一样 这天阿和去卖作为中药材的无数分别 贵兰一直在等着他 却故意装作不经意间相遇 贵兰要求阿和带他逛逛县城 阿和执拗不过 只能答应带贵兰逛县城 这一逛就逛出问题了 贵兰跟看到花花世界一样 看到什么都稀奇的要命 差点把路人吓倒 来到百活商店 五花八门的商品更是让人眼花缭乱 贵兰就跟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 看什么都觉得匪夷所思 到了晚上朱旅社的时候 他又听到室友说起外面的变化 北京上海那些大城市 真有几十层的大楼 夜晚也被各种灯光照耀的如同白照 贵兰在震惊之余喃喃道 我明白了 明白什么了 明白了一个人 那一刻贵兰才明白 阿和为什么要想着成为万人户 这个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已经不是他们这些农民能想到的繁华时代 而只有创业才能享受繁华 阿和对贵兰的名物没有什么想法 他拿出两包烟丝递给贵兰 希望贵兰能和丈夫讲和 神似当初贵兰地不让他讲和那样 为了躲避村中的风言风语 贵兰只能答应 此时村子里正在散播贵兰他们私奔的谣言 所有人对贵兰他们都是各种辱骂 还说要把贵兰进猪容 大灰也跑去找秋荣哭诉 阿和他们背叛了自己 获得了秋荣的许多好感 不料这时贵兰回来了 女人并没有生气 而是让大家一起去看热闹 贵兰回到家中 避上烟叶的主动讲和 大灰却突然发怒的扔掉烟叶 认为他俩欺人太甚 跑了就跑了吧 却又回来了 是打算拿他当傻子耍吗 大灰的那些话真的不堪入耳 贵兰这一下彻底心寒了 其实阿和他们刚开始也是清清白白的 可是三观的不断磨合 大灰和秋荣的不断远离 才促进两人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这件事也不知道该怪谁 要怪也只能怪在贵兰太不在乎世俗的眼光 还有对外面世界的向往 贵兰不再那么强硬 而是哭诉着这些年的不容易 因为如果还有爱的话 女人都会失点性子 一旦失去了爱 就会从生气变为伤心 看来两人真的走到头了 转眼来到民政局 两人还是撕了结婚证 贵兰怯切切地坐在一旁 她很害怕 不敢看这张皱巴巴的纸 可是也没什么办法 再也回不去了 过桥的时候 河水涨了 贵兰走得太急导致摔进河里 大灰想去扶一把 贵兰伤心一把把她推开 当晚就一病不起 还把阿和送的镜子摔得粉碎 怨恨阿和毁了他们的婚姻 可是静下心来 发现自己和阿和应该是志投一合 不能只怪阿和一人 与此同时 大灰去找秋荣说秋收的事情 秋荣说他们都是被抛弃的人 干脆就凑合过日子吧 认为互相合适的 他们很快就宣布婚讯 阿和得知后 赶来找大灰让他放弃婚约 回去和贵兰复婚 他不能遭他贵兰这个好媳妇 大灰却对阿和恶语相想 最终两人大打出手 兄弟情也就此破裂了 而贵兰得知大灰和秋荣的婚讯后 也只是坐在山顶上发呆 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或者说遭遇背叛的心思 或许没有负罪感了 反正他想了一天的结果就是 好酒好肉地邀请阿和 然后商量两个人的事情 可惜阿和太过于重视明解 认为他们是嫂子和小叔子的关系 说什么也不愿意接受那份感情 第二天 贵兰主动避嫌地提出回娘家 却被二水告知阿和已经连夜走了 丢下一个烂摊子让他管理 二水大骂他们是不是有病了 你们两个有情有义的 管得别人放什么屁的 不久后大灰跟秋荣正式结婚了 酒席办得非常红火 而贵兰在外面漂流几天之后 又回到村里 住在后山阿和的房间里 而阿和在外面跟占有搞运输 离家越远 工作越苦 他就越怀念那个无论何事何地 都会安慰和支持自己的贵兰 快过年的时候 阿和终于开着买来的拖拉机 回到山沟 却看到贵兰在这里 看到贵兰过得如此艰苦 心疼的厉害 我是你嫂子呢 你走啊你 你回来干什么你走 你嫂子 阿和一把抱住贵兰 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情感 勇敢地说出那句话 贵兰听到后真的又欢喜又觉得委屈 这一刻他真的等得太久了 故事的最后 创业成功的阿和和贵兰 不仅过上通电的现代生活 还买了电动磨面机 风风光光地回到村子里 曾经那些当面侮辱的村民 现在争先恐后的巴结 生怕他们不能占磨面机的便宜 大灰和秋荣呢 一心守着庄稼地 脚踏实地努力干活打粮食 大灰还把省下的粮食用来酿酒 日子也是安稳又踏实 大灰提出用买酒前去通电 看看城里的灯泡是什么样子 两家人都很美满 四个人也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幸福 本片名为野山 大灰和阿和同是小山村的农民 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 最基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见识不同 大灰从出生开始就一直在大山里生活 从来不知道山外的世界有多大 有什么新的变化 在他看来 只要能衣食无忧 守着老婆孩子热炕透过日子 就是最大的幸福 人永远无法创造出自己认知以外的东西 所以大灰犹如井底之蛙 被鸡窝窝的一亩三分地禁锢的思想 困住了手脚 过着贫苦而劳累的生活却不自知 而阿和不同 他感受过山外的温宁 先进和富裕 并对这些充满向往 所以不满足于鸡窝窝贫穷落后的现状 想方设法寻求改变 眼界决定格局 心动决定行动 阿和正是因为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才不断地去改变 去尝试 去奋斗 爱情让我们缔结婚姻 三观一致让我们能够长久地维系婚姻 像剧中的夫妇一样 如果没有一点点共同的人生观 价值观 生活理念等等 这样婚姻能走多远 阿和和秋容 还有大灰和桂兰 两对夫妻在之前的婚姻里 没有共同语言 彼此互不理解 生活中也处处充满了阻碍 作为夫妻 互相之间做不到欣赏和认同 虽然看起来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但时间长了 却会一点一点蚕食掉共同生活的信心 在这部电影中 阿和 秋容 大灰还有桂兰 这四人没有谁对谁错 只是作为夫妻彼此三观不合 对事物的看法不同 才造成了婚姻中的矛盾 所以说结婚之前要对未来的伴侣 做到充分的了解 不能只盯着物质条件 还要看对方是不是和你 有着共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因为只有三观一致的夫妻 才能齐心协力 一起缔造美满幸福的婚姻和家庭 两个人三观不合 性格固执 无法改变自己迎合对方 在一起是艰难且疲乏的 和相处不累的人度过舒服的时光 是每一个人的愿望 只有三观相合 秩序相投的两个人在一起 彼此欣赏 互相理解 情谊相通 才能相处快乐 久处不累 在这个世界中 每一个人都在挣扎前行 结婚成家 就是在旅途中找个队友搭个伴 一定要三观相符 目标相同 在前行的路上 我们不能只观风景 贪图快乐 还要有忧患意识 不停向上攀登 只有在互帮互主 不断前进的过程中 才能培养你们的默契 加深你们的感情 你们才能欣赏到更美的风景